词曲 李宗盛 主爱的弟兄姐妹 认识了坚振盛世之后 接着说明 教会生活的全员与高峰 救恩史中的感恩盛世 及名称的异议 我们的旧主在被出卖的那一夜 于最后晚餐当中建立了圣体盛世 使十字架的际线得以延续 直到它再度来临 圣体盛世是基督徒生活的全员与高峰 其他的圣事都与感恩盛世紧密连结 因为至圣感恩盛世 蕴含着教会全部的属神宝藏 感恩盛世是天主在基督内 圣化世界的高峰 也是人在圣神内朝拜基督 借着基督朝拜天父的高峰 请问老师 可以列举感恩盛世的不同名称和意义吗? 好的 感恩盛世具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的富饶 这可由七个不同的名称表达出来 一 感恩祭礼是基督徒向天主谢恩的行动 祝谢及祝福 这两个希腊字 是犹太人用餐时的送谢导词 称谢天主创世 救赎和圣化世界的功臣 二 主的晚餐与圣体圣事连结 借此圣宴 基督让我们预先参与了 天上耶路撒冷的高阳婚宴 三 感恩聚会与信友的聚会中举行 显示基督的救恩 具体 真实的临在有形的教会团体中 四 神圣的礼仪 彰显着庆典是教会所有礼仪的核心 也称为神圣奥基的庆典 至圣圣事 或圣事中的圣事 五 共融合一的庆典 则是借着圣体 与基督融合为一 共享祂的圣洗 五 相通的本意 亦称为天使的食粮 天上的食粮 常生之药 天鹿行粮 七 神圣弥撒 是指礼仪结束之后的派遣 教导信有 要把礼仪的救恩奥基 以及天主的旨意 在日常生活中实行 请问老师 感恩圣事当中 最核心的礼仪是哪一部分呢 祝圣丙酒 是以超乎人 能理解的奥秘方式 就是以基督的话语 和祈求圣神 使丙酒实体转变 成为基督的圣体圣邪 基督真实的 完全的 临在于丙酒行内 是感恩圣事礼仪的最高峰 老师 犹太人与耶稣的祝福之杯 有不同的意义吗 有的 犹太人在于月节晚餐结束前 举起祝福之杯 送念祷词 杯中的酒 具有 具有默示的幅度 其意义 仍停留在 期待 墨西亚的来临 主基督建立 感恩圣事时 祂也举起 祝福之杯 这行动 与旧约的 逾越节连结 耶稣以言语和行动 祝福丙酒 宣告 墨西亚 已来临 祂亲自确定 我就是那一位 墨西亚 也是于月节的 羔羊 请问老师 耶稣祝福丙酒的 言语和行动的 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 耶稣与门徒们 在最后晚餐中 所说所做的 耶稣拿起饼来 祝福了 剥开 递给他们说 你们拿去吃吧 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 祝谢了 递给他们说 这是我的血 新约的血 为大众流出来的 耶稣教导门徒说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他们遵照耶稣的教导 专心听取 中途的训会 时常团聚 拨饼 祈祷 每天成群结队的 前往圣殿 也爱护拨饼 怀着欢乐 和诚实的心 一起进食 初期的基督徒 在一周的第一天 主日 耶稣复活的日子 团聚一起 破饼 直到今天 全世界的教会 即使语言 或文字不同 天天都不断地举行 结构相同的感恩祭 因此感恩圣语都图 生活的忠心与高峰 今天到的教导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